其实肖马的朋友在蜀年也是犯态税的生肖之一 我们叫做冲态税 冲态税代表肖马的朋友今年会有很多变动变化 所以肖马的朋友本身就是要引进一连串不同的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是可以是好的变化 也可以是坏的变化 好的变化就是趋向于可能是说地位上的提升 或者是你在这个居所上的变化 可能搬家越搬越大街 或者是在感情上面的变化 可能就会有结婚 生孩子之类的东西 那么肖马朋友其实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在事业方面有这个叫做困狱 困狱就代表容易有这个是非官非的事情发生 所以建议肖马的朋友不论你是打工的 还是从事做生意的朋友来讲的话 可能今年在这个签署合约 或者是你做任何的这个买卖合同方面来讲的话 要特别谨慎所有的那些所谓的那些调盔之类的东西 尽量的就是不要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可能今年会容易就是惹上官非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有这个大号 大号代表大破财 所以今年下马的朋友呢花钱会特别来得多 但是假设你今年有这个变动来讲的话 比方说你有结婚啊 有生孩子或者是搬家的这个可能性的话 那么这些花费可能就应了这个大破财的情况 但是假设你没有这一方面的改变来讲的话 可能你就要特别小心 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意外 很让你大花钱 那么当然呢 今年下马的朋友也不用太过气垒 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叫做月空 月空代表就是帮你化解这个灾难的事情发生 但是他的特点却是要见灾而后解灾 所以呢本身还是要特别小心谨慎一点 那么就建议呢 下马的朋友呢 今年呢就不妨在这个农历的五月份 跟十一月份呢去洗羊 去验血 然后去验了这个雪光之灾 再次见到这个农历的一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